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3月16日 维拉利尔叛击退安德烈志 周五凌晨 欧协联16强次回合上演较量 届时维拉利尔回到主场迎战安德烈志 虽然双方目前比分为1比1 但是维拉利尔近期四场葛向赛事保持不败 同时进攻端有所建树 此番回到主场 维拉利尔赢球晋级在望 维拉利尔在首回合面对安德烈志的比赛中 虽然由文努特基路斯率先破门 但是毕竟课场比赛 维拉利尔在下半场成门失守 双方首回合打成平手 晋级悬念要放到次回合方能揭晓 虽然维拉利尔无法取胜 但是不能否认球队近期表现有所提升 相比此前的连败势头 维拉利尔在防守端有所进步 单场失四球的表现已经不复存在 另外在进攻端 维拉利尔保持连续5场葛向赛事 取得入球 森摩尔卓赫斯 谢拉特摩兰努等人都有所发挥 次回合回到主场作战 抓住主场优势 从而取胜晋级 是维拉利尔的目标 安德热智虽然首回合比赛在下半场扳回一程 展示出球队顽强的一面 但是需要球队正视的是和维拉利尔的实力差距较大 更为致命的是 安德热智本场比赛将会做客 须知本赛季在比甲赛场 安德热智仅仅排在中游 很大部分原因是其客场表现平庸 14场做客6次失利 此前两次做客均无法取胜 此外 安德热智在本季欧协联分组赛 三场外加附加赛一场做客比赛 全部都无法取胜 其战绩位一合三负 并且伊斯林施利文尼等攻击手 客场破门能力有限 安德热智在欧协联赛场 做客能力更显糟糕 足见安德热智本场比赛出征凶多吉少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